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台北产业造成伤害 是否将处理产业纾困问题 副市长黄珊珊说明 除了5月27号提出的九大纾困措施外 在针对九大类受到严重冲击的对象加码1.25亿 若加上上一波纾困 总计纾困金额接近30亿 主要是受到很严重冲击的相关的对象 第一个是工作受疫情影响生活线困的市民 也就是我们急难救助 第二个是托婴的机构有很多因为停托 所以他没有办法退费 退费的部分我们补贴 另外是保姆也是一样 那身上学生的交通车的违外厂商 也因为停课的关系而受到影响 庇护工厂因为可能他们的产品 也没有办法做很好的销售 中小企业跟创业青年 我们都能够增加他们所谓的贷款融资 另外是义文单位还有相关的组织 那最重要的是公有零售市场的摊商 还有市场处辖管的场域 具有安置性质的承租人 也就是我们公有市场里面的摊商 这次我们用特别专案的补贴的方式 来补贴他们的租金 那加上这九大类对象 以及我们上一次公布的 5月27号公布的有九项的纾困措施 总金额加上今天的部分 总金额近30亿元 那台北市政府财政局有一个网站 也就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 纾困措施专区 扫这个QR Code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纾困方案 这个是一个QR Code 那另外一般的民众 刚刚讲的这些对象 如果你要线上来申请我们的补贴的话 也麻烦进台北市政府的市民服务大平台 COVID-19的纾困专区 也是一样扫QR Code 就可以在线上来申请相关的纾困 那细节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公有市场摊商 跟市场处辖管的具安置性质的层租人 也就是大部分公有市场里面的摊商 到111年5月到7月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补贴它 111年5月到7月的租金 原来它已经减半租金 那我们另外在主动办理 符合出困对象条件的层租人 我们会再补贴它这个租金 也就是说减收一半 再补贴一半 也就是这三个月就是免费 下一个是中小企业的跟青年创业者 那目前我们有个减一代 那以前的减一代中小企业是80万 新创是50万 这一次都分别调高它的额度 中小企业贷款从80万提高到300万 青年创业贷款由50万提高到120万 那以前只有台北富邦银行 那新增了玉山银行 那原来的贷款户 它的贷款的地延缴付的期限 可以申请延展一年 也就是可以延展到111年的 即日起到7月31号以前都可以申请 那融资额度也可以提高到300万元 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中小企业跟创业青年 在这一波疫情的情况下 它的贷款不但减易 而且可以提高额度 那我们也特别看到疫情底下 事实上有很多这个急难需要协助 那对象是三个月内工作受疫情影响 以至生活现困的台北市的市民 那条件呢必须减据工作受疫情影响的证明 譬如失业证明 停工或无薪资薪证明 薪资单或领薪证明等相关文件 那么详细的东西可以上QR Code 或到我们的市民服务大平台来看完整的资讯 那申请的部分呢 我们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到 第一户籍地区的公所 就户籍的公所的社会课 或者是说您居住地的 社会局辖下的12个社服中心 可以零贵申请 邮寄申请 或者是说直接上网到市民服务大平台 也可以线上申请 那么经省符合资格呢 每位是合发3000元 每位合发3000元 也特别跟市民朋友报告 同户的工作人口 不限一人申请 因为我们在去年疫情我们也看到 疫情底下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 急难的状态 所以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同户工作人口 不限一人申请 这个是生活陷困市民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在疫情期间 我们0到2岁的拖婴机构 也是这个疫情 因为指引的关系 所以停班或停员的状态 非常多元 有停一班 有停整员 有整员停两班以上的 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这个部分 第一个对象是在今年的4月30号 以前立案的拖婴机构 那么条件特别提到就是说 这个拖婴中心在4到6月的期间 因为受疫情影响的停托 退还我们这些退诊的 确诊的儿童跟同班儿童停托期间的费用 那么主要是因为疫情自主停托家长的费用 也就是说你有退的话 那现在市政府的决定是 金市长同意是 一个机构实际的退费金额 补贴1分之1 补贴1分之1 所以申请的方式就是 这是一次性申请 那么要麻烦我们的退诊机构的伙伴 检去相关的停托或请假 退费的儿童名册金额 退费收据 还有相关的这个勤怀领据 向社会局提出申请 那么很快的审核过之后 退费补贴1分之1 那也特别报告 因为我们是期间是4到6月 所以原则上我们会鼓励伙伴7月份 就可以开始来申请 那你有特殊的情形 譬如说你4 5月 因为停托的时间跟状态都非常不一 所以我们会体恤到大家 就是这个比较宽松 就7月份开始申请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 再来一个样态就是说 疫情期间有另外一群 帮我们非常多忙的居家托育人员 就是我们的保姆的伙伴们 那这个部分呢 一样是在台北市 领有居家托育服务提供者的登记证书 那么在4到6月疫情期间 因为受疫情影响停托 那我们的保姆伙伴们 已经有退还这个托了家长托育费用 那么在这个停托期间呢 一退费金额我们定额分两个 一个零全额退费 那我们就补贴6000元 那部分退费就补负3000元 因为停托的这个样态非常多 那申请的方式 一样是一次性申请 那么由居家托育人员填具相关的退费 该有的儿童名测及领具 那向社会局提出申请 全额退费补贴6000元 部分退费补贴3000元 那一样因为是4到6月的关系 所以请各位放心 7月份开始申请就可以 那有特殊情形也可以直接 恰我们社会局 因为今年第二学期有居家线上教学 共计三次 4月25到29 5月23到7 5月30到6月2号 所以这个 这个期间很多学生 有远距教学影响到实体到校的情形 所以本学期补助交通车委外厂商 每辆车1万元 另外是庇护工厂 有关台北市的立案 跟委托的43家庇护工厂 那每一家庇护工厂 我们最高补助12万元 那补贴它的租金 人事费 进货支出 还有行销宣导的费用等营运支出 每家最高可以补贴12万元 最后是文化局 有关文化 对于文化局所辖的 议文场馆 办理演出的议文单位 那条件是因为疫情影响 导致它的演出取消的人 那我们第一个 我们会协助协调后 后续的变更党期的展演 就让它能够展期 第二个是 如果它因为疫情因素 影响取消了 在文化局的所辖场馆演出 那我们以前是没有退还 相关保证金 我们这次会退还 所有缴料的费用 所以会取消演出 就会退还费用 查询详细内容 可以到台北市政府财政局网站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纾困措施专区 另外若有申请需求者 则可以到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 大平台COVID-19索困措区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 对比较费用的事 对比较费用 对比较费用 我们的法理 对比较费用 给较费用 就是 我们的法理